4月上旬,短视频应用抖音上线了反沉迷系统,在连续使用超过1.5小时后,抖音上就会出现使用时间过长的提示,同时,用户还可以设置时间锁,单日使用时长超过2小时,需要输入4位数的密码才能够继续使用。 这个功能,就像小时候玩游戏,家长在我旁边喋喋不休地说,你已经玩了一个多小时了,别玩了,今天你已经玩够两个小时了,不能再玩了,就像家长的限制并不能让青少年避免游戏沉迷一样,抖音的这种功能估计也是,毕竟,等提示消失再继续刷就好了,时间锁功能出现再输入密码就完了,然而那些拿起手机就刷抖音停不下来的朋友,你或许已经出现了抖音上瘾, 你的行为和认知,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抖音是怎么让你上瘾的,最初我去下载抖音,是为了去看一支跳海草舞的阿拉斯加,在使用抖音的那一段时间,只要在沙发躺下,戴上耳机,打开抖音,等到回过神来,一两个小时就刷过去了,然而,除了看完那个哈士奇的新视频,我着实不大记得还看了什么,这种开刷抖音,一两个小时就过去的体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在4月初起额制库发布的抖音,快手用户研究报告显示,抖音上大约22%的用户每天使用该应用超过一个小时,抖音目前的日活跃用户与日活跃用户的比值,即DAUMAU已经达到0.45, 这意味着平均每人每月有13.5天会打开使用这个应用,而那些沉浸度较高的游戏比值通常在0.3到0.6,搞笑有趣的视频内容, 全屏沉浸式的观看体验,是抖音吸引用户的重要因素,然而能够让你刷抖音上瘾, 其实是因为它用一些大大小小的交互细节,可以让你大脑中的多巴胆激增,出现行为上瘾,行为上瘾跟物质上瘾, 比如让物极毒品上瘾等的胜利机制是相似的,它们都是刺激大脑中的同一个区域出现的结果, 在著名学者普林斯顿心理学博士亚当·阿尔特·埃德·巴特关于行为上瘾的著作《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 它列举了六项行为上瘾的构成要素,分别是诱人的目标无法抵挡且无法预知的积极反馈, 渐进改善的感觉越来越困难的任务需要解决却暂未解决的紧张感强大的社会联系抖音, 作为正被流量主,广告主追逐占坑的产品,已经满足了上面的这些要素,正在给用户带来不同程度, 无法摆脱的奖赏和刺激,让一些人行为上瘾,不可预测的内容在抖音首页的推荐页面,每次手指下滑, 我们似乎永远猜不到下一个视频会是什么,这种机制可以被称为间歇性变量奖励, 每滑动一下,会出现是猛蠢的猫狗,还是搞笑的恶作剧,还是某个小技巧的教程, 还是某个明星的生活动态,或者是一个广告,估计只有抖音的个性化推荐算法才知道答案, 或许有时候抖音推荐的视频,你并不喜欢,这时可能有人会这样想, 这个视频不喜欢,画抖就好了,15秒的视频并没有很长,就算视频很烂没有创意, 也听到了很有张力和表现力的BGM呀,看一下一个视频就好了,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话,那么这种想法可以被称为带动机的感知, Motivated Perception,它会改变我们使用抖音时产生的负面情绪, 以上这些,都会绕在抖音上看视频的用户,体验到行为上野中, 无反抵挡却无反一致的积极反馈这一个要素, 自动循环播放抖音里的视频播放,其中一个重要的交互就是自动循环播放, 在你的手指刚上滑,全屏显示并配有个性化背景音乐的视频扑面而来, 是不是有点反应不过来,这种错不棘手的感觉,其实是科学的, 诺贝尔想得主戴尼尔卡尼曼·詹妮·康门认为, 人脑中负责其他底层感官的部位会第一时间接收到外界的刺激, 比如听觉和视觉的刺激,而负责理性思考的全额皮质则总会慢上半拍, 没有前者那么迅速,因此我们的大脑确实会先接收到抖音视频的音乐和图像, 接着才会去理性思考,这个视频讲了啥, 我接下来要点赞还是要刷走它,向抖音视频的自动循环播放